《经济日报》的投资业阿祖 今天是推介信达生物101 简选原因是内地人民银行降准 有利流动性宽松 据增长前景的新能源 医疗等板块值得关注 股份方面可以留意信达生物101 核心产品进入收成期 竞争优势明显 信达生物是研发用于治疗肿瘤代谢疾病 自身免疫等重大疾病创新药物的生物制药公司 目前已经有5个产品实现商业化 公司对产品商业化的实现能力 将有了他们的收入提升 根据彭博的综合预测 迅达2021和2022年度的收入 预料达到43亿和70亿人民币 按年分别上升1成4和6成 由公司首季的数据去看 核心产品达百书 迅迪利丹抗 那个销售按年增长7成半 预得超过7亿人民币 远远超过市场预期 投资者可以留意 这Pro derived的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